娱乐至此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劝妹又来了,你看不到明星的这种生物究竟有多么疯狂,能够闯出名声的那些人,就是你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光彩意义的明星们,其中一部分明星绝对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过往,脸上动刀子整容算什么,这已经是一些人的家常编范,居然还有动了刀不承认的,比如说安占了卑鄙,后来居然还找来了医生证明他没有整过容,这都是为了自己的粉丝不会换面。 最极端的情况,各位读者猜猜是什么,其中包括羊蜜吃米线,向来只吃一根,周迅饿极了特别想吃肉包子,让助理买回来后,闻闻味道,就扔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远远不是,还有切掉胃,收活物,抽掉自己的肋骨,每个案例都充满了血淋淋的残酷性,为了红他们付出太多了,但是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他们没有才华,举一个例子吧,比如有一个年轻的小歌手准备出道了,想有才气, 他进入娱乐圈之后,发现自己曾经以为傲的才华,在这里面的诸多大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论创作,罗大友,周杰伦,毛不易等人,牢牢站在山岳的端,这是一种多么痛苦无力,尤其是当这个小明星跨入娱乐圈吃闪门的时候,每天欧心沥血,也写不出一首好歌,灰心之际,他看到周杰伦似乎也灰心了, 这名歌手感起了一希望,这是怎么回事,原是周杰伦花了半个小时,写一首自己这辈子拍马都赶不上的试作,却说原来只需要十分钟就能写出来的,这简直是人间最大的绝望,比起唱功,他也没办法和王妃,张惠妹,张亮颖,林一连,纳英等人比较,这些人的歌喉像是被上帝亲吻过一样,自己下辈子都不一定有这种得天独厚的嗓音, 那么他能怎么办呢,进入此门便再无回头之路,整容练习唱跳,简易缩食,绝对不能胖,想办法花钱找人买一两首还凑合的歌,再整一个饭圈,让不明所以的年轻人赶紧粉上自己,紧接着就是马不停蹄的上综艺,在电视剧中混个脸熟,同时把挣到的钱再次花在整容手术上,简直是修罗场,最重要的是,这就是无时无刻发生在娱乐圈的真事,可能有人不信,但是你们想想, 一旦见过了富宇之后,有人想受穷吗,现实给了他们一点点的机会,谁不想抓住,然后赶紧拼命往上爬,否则一旦下坠,就是万丈深渊,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悟,360行行行出状元,但是这个状元谁能当呢,都是人后受了不知道多少罪的人,这是娱乐圈这些人的故事,这是一群同样是不敢撂挑子不敢的人,在屏幕上光鲜,但是在现实中不一定快乐,说到这儿,圣妹必须听一句, 当你在各种场合听到流量明星说,我特别喜欢吃,我的爱好就是品尝各种美食的时候,请记住,这一定是一句假话,千万不要相信,这句话实在是太虚伪了,或许贾玲说这句话,倒是有可能是真的,就说说杨颖,也就是安站了卑鄙吧,她拍戏以及拍广告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习惯假吃, 可是当她上综艺的时候却非常放得开,大吃特吃,还给自己一个爱吃的人设,假设其他时间也是这么吃的话,她是怎么保持80多斤的体重的,你现在还相信她是真的吃货? 前一阵子在各大平台爆火的饮症减肥法,不知道多少人看着饮症在视频中,一口一口吃东西,即使看多了,也就知道他们的食物对自己有多么残酷了,其中她的食物中没有任何果汁和含糖饮料的,甚至直接用咖啡和茶做了替代,其他的食物都是蔬菜和杂粮饭,这是热量最低的食物,以及精进到极致的健身前的锻炼, 她往往在健身前补充碳水,然后进行以结构化,动作为主的力量训练,加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按照这些的狠劲,掉了部队中也绝对是最顶尖的食品,我们熟知的明星舒淇,在社交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甜品和蛋糕,甚至各种美食,但她究竟有没有真的把这些食物给吃了,一直是位解脂迷,然后当舒淇受到网友询问,问她是不是实际没有吃的时候, 她又马上白拍了一条自己去的视频,她真的吃下去了吗?青春的女星欧阳娜娜已经不止一次在硬死,以及其他社交平台上发好吃的视频了,可是人们也不止一次垂出来,她实际上大部分Vlog都是假吃,更何况她还有一个小号,大号名面上在大吃特吃,到了小号上自己又在拼命减肥,不知道吐什么。 刚刚离婚的大爱子也曾经发过自己的食谱,每天早上就喝半杯无糖酸奶,以及四分之一火龙果,到了午餐的时候只吃掉两片肉以及两碗烫青菜,这也不行,到了晚上她还要再运动整整一个小时,不不担忧地想,到了现在都没有把她饿死,看来已经是一场奇迹了。 另很多被称为修华枕头的棘手论流量明星绝望的是,那些有着演技和残谎的演员和歌手,比他们还要努力,这些人们的身体居然能在短短的时间变形,比橡皮泥还可怕。 邓超大家都认识,这两年虽然拍了一些蓝片,但是当年可是稀把,演技了得。 在拍摄张艺谋的电影影的时候,邓超为了艺人分尸两绝,花了三个月增重了20斤,然后他又用了两个月减重了40斤,暴瘦成人干。 好莱坞的大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曾经加盟过我国的电影《精灵十三拆》,在国际上也是超级大影星,拍摄了蝙蝠侠、机械师等电影。 他曾经在很短的时间内瘦下去又胖回来,瘦的时候是真正的瘦骨铃薰,在四个月内减低了57斤的体重。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他必须马上恢复原来的身材,那时候他一直启启启,吃到了200多斤的大胖子。 我们可以看看贝尔的这一张表,恐怖展现了他的体重变化,在短短十几年间,他的体重就像是海狼一样,起伏伏。 明星因为长胖被群吵的经文并不少见,有人说他们吃的就是这口饭,袁珊珊因为变胖之后没有了人气,甚至用拼命健身证明自己。 着急的人不只是明星本身,甚至还有明星的经纪人们,他们也处在了无穷无尽的焦虑之中。 前一阵子看镜子的经纪人还专门发微信,劝告他,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减肥。 如果不减肥的话,很多造型在这本来就已经非常瘦的美女身上也完成不了,他们真的是太可怕了。 而且这种暴力减肥,乃至长时间都保持着亚健康状态的瘦小身躯,对身体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所以他们的减肥办法,旨在是不可取的。 话说回来,现在减肥机构,急进脑汁,让普通人办卡的方法,也是拿明星举例子。 说什么你连吃都控制不了,你还能控制你的人生吗? 普通人看着电视屏幕上的明星,反而更加沮丧。 其实万万不必,大家想想,曾经的明星难道非得受到这么恐怖吗? 究竟原因是现代的审美,而这些明星都异化了。 他们为了在镜头前保持身材,做了这些事情,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没有必要效仿。 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锻炼,就能拥有自己美好的人生。 更何况明星有钱,肯花钱请营养师给他计算每日需要摄取多少的卡路里。 这种有机化的减肥,是控制在一个安全的扩制中的。 明星还肯为了减肥做些什么呢? 他们把自己的胃给切了。 前一阵子杨天真在直播中宣布了,自己马上就要去做切胃手术,甚至还引起了不少讨论。 当然,切胃手术有一部分确实是切掉了一块胃,就是为了胃带少装一点吃的。 切胃手术还有绑松紧带这种方法,也是在胃部放一个膨胀球体,减少胃的容积。 这样就最终达到了降低食欲的目的。 早些年间,深圳还传出过,唐嫣甚至为了减肥,也把自己的胃割掉了。 但是这个说法,现在也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 唐嫣是非常典型的电线杆一样的身材,没想到他一米七几的个子,体重才八十斤出头。 唐嫣后来也透露说,自己的减肥方式主要是靠运动。 与此同时整容现在已经快形成了一股风气。 似乎如果不对自己的脸动刀的话,即便是天仙一般的容貌,那么也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像是我们熟悉的韩国明星,曾经举办过韩国选美比赛,然后排名号前的五十位明星长得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过。 这些人好看的实在是千篇一律,长得或者说整得实在一模一样,让人们看着联盟。 还有人说这些人的脸都可以玩连连看了,这种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 我们先说,曾经大火的偶像少女,装帮胎组合白兔,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这对姐妹花,当时可真的是青春貌美,令人艳羡。 歌手邻居结甚至为了捧红他们这一对姐妹。 在那个年代经常带着他俩参加各种演艺活动,也曾给他们写新歌,后来这两个人一开始就往自己的脸上动刀了。 据坊间传闻当时是因为Yummy不满自己的颜值,于是就去医院改变了自己的容貌。 那作为双胞胎的姐姐,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人长得不一样了,于是也只好随着妹妹一块把自己的脸改了。 现在两个人完全是换了一副面孔,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选择去整容, 有人说是因为怕自己富红了,而且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新作品出现。 于是这两个人就选择了整容,但是这两人现在依旧不闻不火, 而且原来的容貌也彻底变了,令人唏嘘感叹。 再说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杨颖Andrea Baby吧,不知道多少人把她的容貌视作仙女。 这么多年来,杨颖一直受到了自己曾经整容的质疑, 但是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坚持称自己的脸蛋就是天然的。 后来还在北京找了专业的医生鉴定过, 出具了相关病理手册,证明自己的脸确实没有整容过的痕迹, 甚至是全程直播完成的。 可是没有人信,这家医院的医生虽然表示, 杨颖的脸上没有动过刀的痕迹, 可是没过多久,当年医院的医生又失口否认, 说自己从来没有出去过什么鉴定报告。 坚持称说,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被养眼这个人的思路带偏了, 因为他来医院的时候,询问的是自己脸上有没有动过刀, 而不是问自己这张脸是不是整过心。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年和现在他照片的对比, 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他的图片。 至于整眉整过心,相比作为心中自有定论, 我们可以立举出来长长的名单, 找出这么多整形的女星, 甚至还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明星都染上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这个行业的人正着高薪, 但是却无时无刻不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如鱼得水的人终究是少数, 只能在里面慢慢骄傲着,无法逃脱。 很多明星甚至因为自己不红, 或者是见到了太多这个物欲横流, 娱乐圈的隐隐狗狗, 最终选择了轻生,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比如韩国艺人翠雪莉, 我们中国的乔人两等人, 人活仪式总会遇到艰难, 轩妹并不是给他们证明因为谁都难, 但是他们生活在聚光灯下, 做了什么事情自然容易被放大观察, 还有艺人类的战斗站不住, 靠在助理身上休息, 甚至会在录制节目中直接晕倒, 他们没办法放慢节奏, 因为时间在追着他们跑, 各种各样的竞争者, 时间也会在他们脸上留下皱纹, 这些人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便宜行业中究竟有没有真正自由自在的人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